台中一名女子搭车南下到嘉义要见网友 却疑似被丢包 3号有一名女子跟男网友相约晚上6点钟 在嘉义的布袋镇见面 两人到公园散步之后 对方却突然以家里办相事为由 临时放鸽子 女子人身体不熟 手机没有电也没有办法联络家人 还好遇上了热心的超商店员通报 女子顺利被带回警局 并联络上台中的家人平安返家